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微分跟函数逼近的关系 各位在其他的微积分书上面大概都找不到这个主题 你在我们的英文课本上面也找不到这个主题 所以这个主题大概只有这里有 在我们英文课本里面是有这个主题 但是它分散在后面的很多地方 你很不容易找 那微分的用途有一个是用来做函数逼近 那我们来看一下函数逼近的用途 第一个函数逼近的方法就是泰勒展开式 各位高中的时候有教过泰勒展开式吗 有吗 那有没有人知道泰勒展开式 为什么展开式长这个样子 为什么泰勒展开式长这个样子 好 为什么泰勒展开式要长这个样子呢 好 来看一下 为什么泰勒展开式要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泰勒展开式其实它就是在做函数逼近嘛 对不对 就是我在逼近A点附近的F函数 OK 我要逼近A点附近的F函数 那我要怎么做呢 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去想说 如果我今天呢 想用一个多项式来代表一个函数 或者是我就干脆认为那一个函数 基本上就是个多项式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Fs等于C0 加C1s加C2s平方 一直加到Cksk四方 加到无限大四方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写成一个多项式 把一个函数写成一个多项式 我一直对它取微分会怎么样 我一直对它取微分 那我就可以算出这些C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算一算 假如我今天呢 对Fs 它是一个多项式 它这个多项式已经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我一直对它取微分 一直对它取微分的结果 你会看到它有一次微分呢 就只剩下C1 它零次微分就是C0 对不对 一次微分就只剩下C1 后面都有S项 后面都有S项 那二次微分呢 就变成是2C2 2C2 三次微分变成三阶C3 后面有S项 只有这一个是常数项 那K次微分呢 就变成K接CK 后面是有S项 那这样子的结果 我让S趋近于0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S趋近于0 这时候呢 我就知道说 那K次的 把这个一项 CK是多少 就是K接分之FKS OK 变成K接分之FKS 所以 CK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CK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带回去 我就知道说 OK 那一个函数 如果表示成多项式的时候 把CK套回去 C0就是F0 C1就是1接分之F'0 CK就是K接分之FK次微分 of 0 那我们刚刚所使用的是任意点 现在我们只看0点 只看0点的话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式子 其实是在0点的太太展开式 在0点的太太展开式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它叫麦克罗林极数 麦克罗林 Series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如果是在0点的话 是比较简单 会变这个样子 如果是在A点的话 那就只是把S改成S-A 其他的部分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好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泰勒展开式 泰勒展开式 在A点的泰勒展开式 那泰勒展开式有什么用 各位高中的时候 有没有学过 泰勒展开式有什么用 算什么数值 算它附近的数值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我想知道3.01 F3.01是多少 那我就先把F3算出来 然后呢 用泰勒展开式 取个一两项 做三项 这样子 然后就算出来 OK 这可以逼近 那我们来看一些范例好了 好 第一个看 Fx等于1的S次方 在0点的泰勒展开式 那你会发现 1的S次方是微积分的 微积分的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 它是一个微分之后是它自己 积分之后也是它自己 所以它微分之后是它自己 积分之后也是它自己 那所以当我把它一次微分呢 还是它自己 两次微分还是它自己 K次微分还是它自己 所以它的泰勒展开式 写起来就很简单 就变1加S加2 J分之S平方 加3J分之S三次方 一直加加到NJ分之S N次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1的S次方 这个函数 它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这一个 这条曲线 那我们只取泰勒展开式的第一项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1 泰勒展开式的第一项 那它当然是一条横线 如果我们取两项呢 它会变成一条斜线 E加S 对不对 变成一条斜线 通过E这一点 好 变成一条斜线 如果我们取三项呢 它会变成一条曲线 越来越 越来越像那个 1的S次方这一条曲线 如果我取 取四项 你会发现它 在-1到1之间几乎重叠了 OK 所以泰勒展开式有逼近的效果 但是它的逼近是区域性的 这个泰勒展开式的逼近效果 只限于区域性 那远一点呢 它就不行 远一点 好 那cos呢 你也知道它的微分嘛 cosS的微分是-sinS -sinS再微分呢 变成-cosS -cosS再微分又变sinS sinS再微分又变cosS 所以当它为四次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各位想想哦 如果一个东西做了四次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有点像什么 Omega Omega是什么东西 那个cosS cosS加I 那个到很后面 那个有点高阶 那个虚数和负数都跑出来了 OK 那个很重要 它现在讲的那个油拉公式 那个油拉公式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讲到那里 现在讲那个的话就完了 你讲的那个油拉公式真的超级重要 负利液转换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讲那个 那个太复杂 那一个当你做四次 它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有点像什么 你做四次它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 你 我发现有同学真的蛮厉害的 你想想看哦 做四次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有一种 有一种东西它做四次 也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我每次把它转90度 转90度 转90度 又转90度 做四次之后就回到原来的地方 OK 那cosS和Sine 它的微分有这种特性 所以cosS和Sine 其实跟原之间 有一个神秘的关联 对不对 OK 好 那这 这也就是 到后来我们会看到 负利液转换的功能 它其实是在模仿周期函数 周期函数就是原 原形所产生的函数 周期函数 好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 cosS的N次微分 会变这样 那 它是一个周期函数 好 那cosS的N次微分是这样 但是因为当它趋近于0的时候 sinS相会不见 只留下cosS相 cos0是1嘛 sin0是0嘛 所以当 它的态勒展开四呢 你会发现说 它的 偶数相存在 激素相消失了 好 那 这个cosS是偶数相存在 激素相消失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cosS的图形 cosS的图形 那 这边呢 是第一项 也就是1 OK 这个跟cosS一点都不像 对不对 如果我取两项 取1-2x平方 你会发现它变成这样 是一个凹向下的二次函数 好 跟这个cosS感觉有点接近了 有点接近了 那如果我今天呢 取三个项 那就变成1-2xs平方 加4xs4次方 你会看到它 跟这个cosS呢 越来越像 这边有一个小弯 如果是取六次项呢 那就会在 很大范围 负二带二之间 几乎完全重叠 OK 所以泰勒展开式 有区域逼近的功能 好 那我现在想各位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泰勒展开式 有区域逼近的功能 我们有没有办法 创造一种展开式 那个展开式 有全域逼近的功能 好 那 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讲 有 全域逼近的展开式 有全域逼近的功能呢 有 负利的极数就是 OK 但是泰勒展开式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用微分的概念在做的 等到我们讲 负利的极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是用积分的概念在做的 微分 在做区域逼近 积分在做全域逼近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用泰勒展开式 取到20项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 它其实越逼近 就越 越准 甚至它可以逼近到好几波 逼近到好几波 好 OK 那这就是泰勒展开式 取到20项的结果 OK 好 那但是呢 这个20 20项的后面有一个 20接分之 s的20次方 这一个东西呢 在 s小的时候 几乎看不见 但是s如果很大 大于20 它就会爆增 OK OK 好 那 LNS的泰勒展开式 当然可以连续为分 那结果呢 你有发现说 OK 我们可以逼近 那逼近的越多项呢 会越准 但是呢 一旦s的范围 超出 像这里超出5.2的时候 它就会 就会 偏离的很严重 OK 这是 泰勒展开式的部分 好 那 OK 这剩下的东西 就之后再讲 这就是 尤拉公式 的部分 那 负利益 这个之后再讲 所以我们今天就 把泰勒展开式 先看完就好 好吧 因为这个是 跟七分无关的 只是为分而已 那 泰勒展开式 先看到这边 后面的 没有连贯性 讲了可能 各位会更乱 好 所以 有一点概念 泰勒展开式就行了 所以如果我们 要用泰勒展开式去算 F3.01 因为你用手算的话 3.01的 N的几次方很难带 所以呢 你就把它用泰勒展开式去算 然后取前面几项 就会变得 算满准 好 这是一个 区域逼近方法 好 OK 那大概泰勒展开式 就讲到这边 不就会变得 就会变得 不就会变得 不就会变得